众所周知 赵露丝曾是甜宠剧第一女主 2020年 那个神穿一袭红衣侧满而来的陈千千 韩语 台湾将自由切换的沙雕罗莉顾胜男 狠狠戳到了观众的萌点 同为原脸系长相 不少网友将其视为赵丽颖接班人 而赵露丝以小博大的爆款命 也成功引起了平台和制作方的注意 于是 赵露丝身为大女主这事必须安排 平台冰贵神速 观众并没有等太久 在甜宠剧拿完高分的赵露丝 很快开启了大女主的副本 赵露丝的大女主剧且是天下 行汉灿烂上线 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团队 大制作 与此前主演的小体量甜宠剧不可同日而语 身为演员 谁都想拥有一条向上曲线 而不是把角色演成年复一年的回圈圆圈 但转型不易 且不说当甜妹和做大女主是两种微妙的艺术 而且每个大女主细胞的觉醒都意味着 傻白甜基因的流失 欲知相伴的是寿中群体的大幻穴 和行风血雨的红黑余论系里 扛住了才能修成大女主的正果 要想在系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女主 系外同样要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 作为新上位的大女主赵露丝表现如何呢 妾是天下vs行汉灿烂 后者更对赵露丝的路子 赵露丝在妾是天下和行汉灿烂里 分别尝试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主 前者是武侠言情剧 白风希是风华绝代的萨爽侠女 后者是侧重家庭生活的古言剧 承少商是表面斗智斗勇 但内心缺爱的少女 从数据和舆情回馈来看 观众对承少商一角的认可度更高 虽然解释天下是一部大女主剧 但播出期间社交平台的集中关注点 主要在永远端著的高领之花杨阳身上 必使杨阳凭借你是我的荣耀收割了 大量迷途女孩又有特战荣耀在播 宛如言构盛宴 让粉丝和路人热情高涨 相比之下赵露丝失眼的女主 白风希讨论度较为一般 赵露丝并没有因为和人气更高的杨阳搭档 而蹭到流量红利 一方面改具男女主CP感不强 即使有为数不多的暧昧罚堂时刻 弹幕和评论里的大多数人也在嗑洋洋 另一方面 原著粉和普罗大众对赵露丝 演技较为认可 但一致认为赵露丝呈现的女主 偏小家碧玉 台词 幼太 气质和侠女贴合度不高 直到后期女主事业掀起来后 网友才给予了更多的回馈 而星汉灿烂不论是女主人设还是CP线 都在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讨论 称少商前期人设令人心疼 作为留守儿童 母亲不疼爱处处被抬挤 神势凄惨 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而可可爱爱的宅斗戏正好发挥了 赵露丝鬼马精灵 活泼有趣的一面 星汉灿烂在探讨少商与阿姆的 母女关系上很有看点 心爱 网友很克赵露丝与阿姆的亲密互动 如抖音上赵露丝与阿姆的贴脸照 拿到了近37万赞 此外赵露丝和三人未婚夫的CP感都不错 与男主感情线数据升温关斗 遗伤夫妇 高甜名场面打卡点赞量超20万 综合来看 在豆瓣拿下7.4分的星汉灿烂 对赵露丝助力良多 相对不错的制作水准 精彩的裙向系 再加上与赵露丝贴合度高的角色 让她在这部剧里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剧粉十分卖仗 从戏份和成长线上 赵露丝是妥妥的大女主 官配吴磊并没有抢女主风头 而赵露丝在剧播期间白纸峰值超10万 达到了出道以来的最高峰 不论是演技等口碑评价 还是国民度与人气都提升了一个高度 赵露丝之所以在陈谦谦之后被网友视为 赵丽颖接班人 除了两人同为圆脸长相之外 还因为赵丽颖也有过短暂的甜妹时光 如《珊珊来了》里的吃货小白兔学珊珊 呆萌可爱 剧和角色都很成功 不过甜妹并非赵丽颖的主场 让赵丽颖打开局面的剧是陆珍传奇 她以大女主剧立足 也凭大女主剧飞升 如果说华千古里的小谷前妻天真浪漫 后期才黑话逆袭 那么到了楚桥传里 赵丽颖眼神凌厉 神情倔强 不愿又与小情小爱 要做女战神 她很少在校 而且在创作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从此大女主心性一发不可收尸 回顾近年来的大女主剧类型 我们可以发现 她从宫廷剧开始 到闲暇神话剧再攀高峰 而后投入了家庭剧 职场题材的怀抱 九十花杨子 迪丽热巴对八十五花前辈的路子 不是没有借鉴 只是来得晚了 没怎么赶上宫廷剧的风口 只能从闲暇大女主入手 同时往职场题材突围 如杨子的女行李师和热巴的公宿精英 都是他们为拓宽边界做出的试探 而赵卢斯的入场时间 正好遇上了宫廷大女主的衰亡期 为数不多的闲暇剧又被市场号召力 很强的八十五花和势透足的九十花 牢牢握在手心 留给她的大女主好柄并不算多 更愿更亦洗粉的闲暇大女主剧 基本上已经被前辈们瓜分的所剩无几 而让景田走红的奇幻大女主剧斯腾 需要匹配的是美艳型郁杰演员 被平台和制作方看中的甜妹赵露斯 观众员和路人粉基础不错 但还欠缺一个让路人愿意忠诚追随的 大女主故事 杨幂有拼命不怕黑的钻石心 赵丽颖肥克班出身 从农村女孩逆袭大女主 杨紫佑被宋丹丹说长相普通 但自己非要吃流量饭的强烈欲望 这些对于女性观众而言都极具共情力 那种强烈的情感连接让观众想要 宋佛送到西一路把他们托举到云端 衡量年轻演员势头是否强劲的指标 一是作品数量 二是作品品质 不仅要稳定输出影视作品罢评 以保证高曝光 还要做到步步有回响以保持高位 如此看来 两年接连六部剧播出的赵露斯 当属代表之一 他单纲女主的热播剧 偷偷藏不住 再次引爆市场 在这部青春爱情剧里赵露斯 饰演的桑志有助高中生跨道 社会人的身份转变 人物在不同阶段的成长 埋在从经历暗恋到慰爱 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心路历程里 相比这个甜度爆表的角色 在现实题材剧后浪中赵露斯则变身 扛起中医传承使命的热血女孩孙头头 剧作成绩同样不俗 她依然在往台端锻造出抗拒实力 赵露斯开始游走于多元题材 逐渐拓宽表演边界 修炼表演弹性和跟多类角色的适配度 为事业再次进阶奠定基础 头头藏不住播出不久 就被网飞买下海外播出版权 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 头头藏不住的这把火正夸越国界 赵露斯掀起的甜妹热潮 也将从国内蔓延至国外 以原著小说和改编的剧版为基石 赵露斯抓住了桑志的内核特质 为角色注入灵魂 被网友赞为口舒适演技 误以为段家许谈恋爱 桑志在机场心碎哭泣那场戏 赵露斯演出了人物从委屈不甘 向伤心欲绝转变的情绪层次 赵露斯刷新了国剧甜妹天花板 诠释出少女的暗恋情愫与成长轨迹 甜虐较织的情感线衬托出桑志 对感情的专注与清醒 尤其跟喜欢和不喜欢的人相处时的双标 更体现了桑志用边界感画出界限 对感情纯粹度的追求 赵露斯自如地游走在现偶剧集中 用剧中的每次亮相极起戏外的讨论 堪称话题制造机 在赵露斯演我和不喜欢的人相处 赵露斯的演技感染力 赵露斯桑志醉酒哭戏小说还原度热搜下 桑志也逐渐成为网友心中的最新互联网女儿 赵露斯通过桑志与女性受众 在心灵与精神层面产生连接 将破途而出却又不得不压抑的 青春物语借由迎评释放 显然经过这几年的锤炼 赵露斯凭借交出的优秀实际站稳了脚跟 连续播出且是天下星汉灿烂 月升藏海胡同后浪 偷偷藏不住六部剧 不止高产 在往台端刷足存在感且成绩不俗 赵露斯主演的影视作品具有突出的市场反响 从胡同到后浪 赵露斯释放出拓宽表演版图的信号 赵露斯形成了演员与作品的势能互补 不仅能推动爆款诞生 也能从作品中汲取前进的能量 田崇起家赵露斯却不停留于此 他去年至今已播的六部剧 涵盖古装家武侠家族群像 青春校园现实主义等多类题材 显露驾驭多元题材和角色有较强可塑性 单纯可爱甜 暗恋心疼美好 坚定勇敢直接 反差感 宝藏 努力突破等关于赵露斯的近期热词 说明他凭借偷偷藏不住后浪等热剧 和角色深入人心 给观众带来反差感的关剧体验 同时在延展表演边界 近年主演作品登陆一线央卫视和 优头王等头部视频平台 夜帮赵露斯夯实了台网端的受众盘和号召力 问不提高国民度和好感度 每个角色都出圈且可拳可点 赵露斯未来可期